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上帝呀 原来您就是圣经翻译界的大咖丁道尔丁老师啊 您的大名如猛雷贯耳 如浩月当空 晚辈没想到能再次见到您 实在是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说这话时 他的心中忍不住阵阵狂喜 人要是走运啊 头上的任何一片云彩都会降习雨 谢天谢地 今天是该轮到我发一笔横财了 丁道尔谦逊地跟菲利普斯聊了几句 然后请他在客厅等等 说伯因慈先生很快就回来 他自己要回卧室继续工作 菲利普斯就凑上前问 丁老师 不好意思 我今天还没有吃饭 正饿得慌 波先生也不在家 您可不可以接我四十个先令 我到对面小餐馆弄几块黄油面包对付对付 您放心 这钱我一定还你 丁道尔笑了笑 掏了点钱让他去吃饭 过了半个时辰 波因慈回家了 听说这事 就告诉丁道尔说 他常常接迹 菲利普斯不假 可是他不该轻易地公开真实身份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乱哄哄的脚步声 一会儿 有人狂敲波因慈家的大门 波因慈脸色大变 知道大事不妙 但为时已晚 大门硬生生地被撞开 几位神罗帝国的警察冲了上来 将波因慈和丁道尔一起捕获 神罗帝国的天主教当局迅速将丁道尔压到布鲁塞尔以北十公里的菲尔福尔德镇的一座城堡中 从此 丁道尔开始了长达十六个月的囚徒生活 教廷委派了三位地位显赫的鲁问大学神学家 对丁道尔进行轮番审讯 还装模作样地给丁道尔请了辩护律师 但丁道尔拒绝教廷律师为他辩护 知道这些律师不过是走过场而已 出于偏见和恶毒 那三位神学家在审讯已现已将丁道尔的罪名罗织好了 那就是肆意圣经罪 由于丁道尔是英格兰人 案件属于涉外性质 神罗帝国联系了英格兰教会和政府 征求处置意见 国王的长喜大臣克伦威尔帮丁道尔说了些好话 希望从轻处理 但教会领袖们如伦敦主教斯托克斯利 都说的按一端罪处置丁道尔 就是给他动用火刑 1536年8月 丁道尔因思议圣经罪 亵渎圣武罪 宣讲一端罪 被判处绝法 鲁问大学那三名神学家 三名主教加上几名政府高官 一同参加宣判大会 因丁道尔曾是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 有人就给他穿上教室的外袍 把他带到审判官的面前 一名主教高僧宣布开除他的教级 开除他的神职 再命人脱下他的教室外袍 让剃头匠把他的头发剃光 然后投回牢房 10月6日 丁道尔被押上刑场 他被铁链锁捆在一根木柱子上 柱子边堆满了木柴 柱上有两个小孔 行刑者用一根铁丝穿过小孔 根据法庭判决 他得受双重死刑 既要被勒死 也要被烧死 丁道尔面无惧色 甚至是面带微笑 当行刑者用铁丝绕住他的脖子时 丁道尔突然大吼一声 喊出了一句永垂青史的最后祷告 主啊 求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 行刑者用力勒死了丁道尔 然后将他的身体吊在柱子上焚烧 火焰把那曾经承载着一个伟大灵魂的身躯烧成了灰烬 在场所有的人都为消灭了一个如此的大一端分子而恶首称轻 他们扼杀了丁道尔的生意 焚烧了他的身体 焚烧了他的英译圣经 最后只有三本1526年版的丁道尔百圣经留存下来 可就是这三本硕果仅存的丁道尔百圣经 深深影响了后世所有的英文圣经版本和其他语言的圣经版本 由于丁道尔的被捕殉道 他的一经工作并没有全部完成 他除了完成了新约的翻译之外 九约部分他只翻译到了历代之下和约拿书 丁道尔殉道后 在他的伟大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 他的一经工作由其他人继续完成 丁道尔披肝利胆 敢作敢为 他译的经文跟圣经原意丝丝入口 对于一些名词和用语 他采用不少独特的译法 比如他将希腊语 意思是教会 以为congregation 会众 而不以为英文的church 因为他认为church不只是信徒聚会的意思 也有建筑物教堂的意思 他也采用长老代替神福 又用悔改代替告诫 此举剥夺了天主教教士向来拥有的神职权利 有人说丁道尔的译文既没有炼语 也没有听罪和告诫 这样 这两个曾为教会带来财富和权力的教义 历时就失去了效用 再有 在旧约圣经的英文译本里 使用耶和华作为上帝的名字 丁道尔是第一人 耶和华这个字在他的译本中出现了二十多次 虽然丁道尔的译本 使用了不少与传统天主教圣经不同的独到译法 后世学者却大都非常赞同他的见解 认为他的译法正确无误 尽限神髓 并且承认他的圣经翻译 具有相当水准 其实在丁道尔殉道的两年前 英王亨利八世 已经决心脱离罗马天主教 那时的英文圣经 已不再受到天主教的控制 1535年 英格兰官方认可的第一本英文 新旧约圣经 大圣经 印刷出版 1538年 英格兰宣布在每一个教堂里 都放置英文圣经 想要读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去读 1568年出版的英格兰官方认可的第二本英文圣经 主教圣经 和1611年出版的英格兰官方认可的第三本圣经 钦定版圣经 都是根据丁道尔的版本来 尤其是最著名的 钦定版圣经 90%的经文 都采用了丁道尔原来的翻译 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 钦定版圣经 已经年代久远 可是 现在绝大部分的译文 仍然可以被普通读者理解 译文也被认为是现代英语的基石 从 钦定版圣经 诞生以来 它一直是被最广泛阅读的文献之一 后世所有版本的英文圣经 都可以看到丁道尔译文的影子 所以 称丁道尔为英语圣经之父 和现代英语之父 都不算是国语 更有人 拿他与莎士比亚的功绩相比 说实在的 如果丁道尔本人仍然在世 相信 他一定不会在乎这些世俗的冠冕 他肯定会更在乎 神赐给他的那个永恒的 荣耀的奖赏 下面笔者引用一位教会史家的话 来总结丁道尔对宗改运动的贡献 他是这样说的 亨利八世被人称为英格兰宗改之父 如果我们认为宗改只不过是把英格兰和罗马分割开来的话 那么这个称呼还勉强说得过去 可是事实上 这位肥胖放荡的君王 是一个极为自私自利的小人 为了他个人的私欲 他连自己的妻子 或任何其他的人或事物都可以牺牲 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 我们怎么能够称这样一个人为属灵运动之父呢 真正的属灵运动 乃是借着复活基督的大能 使重生的男女 得以自由地遇见神 并在教会中向世界见证荣耀的救助 属灵的运动 乃是建立在那位复活长存的神的话语 这一个根基上 神使用丁道尔 在十六世纪的英语世界中 再一次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根基 好让教会得以在上面建造 笔者对这段总结评论 深以为然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记得和声音 所有的灵运动